你好 我叫Janice 今年在香港浸會大學讀年3年 平時都是玩拼拼攝影 這次其實也是一個大的挑戰 因為這次我第一次接觸3D東西 類似圖片的東西 而且物料上都是比較特別 是用銅片的 我是Charles 今年都是浸會大學試過年4年 我平時都是攝影為主題藝術創作 基本上都是二根的概念去做 概念是藝術所以沒有特別定 會做哪類型的藝術作品 Charles代表一種努力 我們會覺得Charles是一個 有點麻木努力的那一款 大多數都不會有好的結果 純粹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會想做一件事 是說怎樣去回應 扯的這班人 怎樣去給他們一個 但我們都不覺得 它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 我們最主要想認同大家的努力 努力就是用汗水的東西 汗水我已經連繫到用鹽這個東西 用鹽之後我就去想 如果用鹽去砌一件事出來 那鹽是白色的 我砌出來整個結果 大家看到是一件很白色的一塊東西 就會好像一張 人家做完一份功課 但整張用白色筆 在一張白色紙上做 都好像被人感覺 你有沒有做過東西呢? 但那件事就會好像 扯的那件事 我明明很努力去做 但可能結果都是白色一片 究竟它還有沒有它的 視覺的意義上呢? 對我來說 扯的其實是一種 駁進自己去成為一樣 和本身自己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用一個 不自然的物料去做一樣自然的物料 就用一個銅的物質去做花 為什麼我用燈呢? 因為我想透過燈去和Charles的作品去溝通 制作一個溝通的橋 那我就成為它的燈去照亮 和它溝通 去影響它的努力 其實這個就是當初 為什麼我們會建立兩個人一起去做 因為我們其實是想有一個溝通 想有一個 給觀眾進來就好像 我們是為一班 他們都是付出的東西 但是沒有得到回報 但是看到我們這份作品就會是 可能白色床的 就是代表他們努力的過程 最後白色一片 但是會看到他們的作品 一個扣連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眼燈 去證明一件事 所以我們是想營造一個空間 或者一個我們自身兩個人的對答 去告訴你 其實你們做的東西不是沒有 都是有它的意義和價值